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是蠢子 首先我们想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一连两日的七国集团峰会 今日稍后在日本的一世之谋召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 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是这次会议最大的主题 他就指出 一同美国总统奥巴马是达成了共识 七国集团是需要寻求全球经济稳步 强劲增长 中国不会出席峰会 但峰会将会讨论南海问题 日美双方已经是一致的通过 对北海在南海问题的立场是进一步的施压 而另外峰会也会讨论对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日本当地的安保措施就十分严密 来预防恐怖袭击 当局就增派式过签的警力 在火车站以及码头是进行巡逻 并且是密切的监视戏院以及体育馆等等的场所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日由越南市转抵日本 随即到三重线的智摩市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市进行了会面 安倍就冲审美军基地人员涉嫌尖杀日本女子的案件 向奥巴马是提出了抗议 要求美方是采取有效的措施 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奥巴马就对事件是表述极度的遗憾和哀悼 承诺会全面的配合日方的调查 原定周四举行的美日首脑会谈 因为冲审美军基地人员涉嫌尖杀日本女子案件而提前举行 奥巴马周三晚一底部就与安倍进行了双边的会谈 两人会后是会见了记者 安倍晋三指在会谈期间 已就事件当面向奥巴马是提出了坚决的抗议 奥巴马则对事件涉及美军基地人员是表示深感遗憾 而对于案件触发的冲绳民众反美的情绪 要求重新检视美日同盟 奥巴马就强调美日同盟对两国的重要性是十分大 毛里求斯再次发现了华裔马航MH370的残骸 当地的警方就发表了声明表示 一名法国的游客两星期前 在东北海的海岸是发现了非金属材料 制成的怀疑为客机的残骸 马来西亚政府已经与毛里求斯当局是进行了沟通 希望检验残骸 这是毛里求斯第二次发现疑似MH370客机残骸 在三月底一对夫妇在外岛罗德里格斯岛海滩散步的时候 发现了客机残骸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钟来五月就表示 专家检验后几乎就肯定残骸是属于坠毁的马航客机 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换囚犯 被俄罗斯囚禁近两年的乌克兰女技师萨夫勤科就获得了保释 回到了乌克兰首都基普 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 她就受到了总统波罗申科赞扬她的英勇表现 她就感谢民众的支持 又指自己是准备好再为国家而战付出生命 乌克兰也根据协议是释放了两名俄罗斯的军人 分析就指出今次交换囚犯协议 由援助和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欧盟将于两星期之后是检讨对俄罗斯的制裁 35岁的萨夫勤科前年在乌克兰东部 被武装分离分子俘虏 而之后被俄罗斯法院市裁定 杀害了两名俄罗斯记者罪名成立 判监22年 萨夫科勤就多次的进行了绝食抗议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 终止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 取消十几年对利比亚的全部制裁措施 决议指出 安理会就认为利比利亚的停火工作 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维持 武装人员重复 重返社会、安全部门、改组等工作是已经完成 2003年各方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 正在是受到充分的执行 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符合解除制裁措施的条件 安理会在2001年就通过了决议 对利比利亚是实施武器禁运 禁止木材和钻石贸易等一系列的制裁措施 以迫使泰勒领导的前政府和反政府武装 是尽早的结束内战 安理会就于2007年是终止了贸易的禁运 关注完了要闻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格外美股是继续的上升 横指昨日急升537点之后 今早仅高开5点 报在20373点 国企指数是低开11点 报在8525点 蓝筹股就个别发展 腾讯是高开0.2% 开盘报在164.9 友邦是高开0.7% 开盘报在44.6 内银股就略微回吐 建行低开0.4% 公行低开0.5% 中行低开0.6% 中移动就低开0.7% 开盘是报在86.6 阿里巴巴日前就表示 正在配合美国证券以及交易委员会 就公司会计行为是否违反美国联邦法律进行调查 阿里巴巴的年报当中就提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集团提交的文件 当中就包括合并财务报表政策和实践 当中就包含对菜鸟网络的会计处理 双11营运数据等等 阿里巴巴就表示 调查于今年初启动又指示自愿向有关当局提供资料以及合作 并非代表违反相关法律 并且就指难以估计事件是何时的得到完结 横发扬生日前就表示 现实为偿还银行借款合共约为3.4亿元 当中1.9亿元由银行存款做担保 因此实际为偿还银行借款净额为1.5亿元 而对于早前一间银行向公司三间附属公司发出令状 要求支付约2600万元的款项以及利息 公司就指已经悉数偿还 公司就表示 现实银行结余以及现金的总额 就包括已经抵押银行存款的3.13亿元 董事会将会继续的寻求适当的途径来筹集资金 以改善财务状况 并且将继续的尽力发展西洋 增贸易的相关业务 同时就会开拓新的业务区域 以及寻求适当的投资机遇 欧洲联盟就进化订出配额 要求美资互联网电视 就包括Netflix亚马逊 以及苹果iTunes等等 必须摆放欧洲制作的电影以及电视 欧盟委员会就要求互联网电视 在欧洲必须有20%的内容是来自欧洲 德国专门负责欧盟数码经济的官员 欧丁娜在布鲁塞尔就表示 欧洲拥有电影文化 欧洲内容必须包括在这些节目之内 他就强调已经是留足够的空间 让业界摆放非欧洲的制作 而另一方面 欧盟委员会又建议 明年将会解除限时网购限制 容许欧盟区内的民众是浏览欧洲所有的购物网站的价格 搜寻相对便宜的货品以及服务 并且非现实性的硬性导向向本国同类的网站 惠普日前就公布了截至上月地址的第二季业绩 持续经营业务是盈利按年跌近10%至6.6亿美元 每股盈利为38美仙 合乎市场预期 期内收入减少近12%至129.8亿元 低于市场预期的117.2亿元 主要受到个人计算机以及打印机需求疲弱所拖累 个人计算机系统业务收入是按年跌9.9% 打印机业务收入则下跌15.8% 集团就预计第三季调整后的盈利 每股介乎37至40美仙 并且将全年经调整每股盈利预测范围上限 由1.69美元下调至1.65美元 下限维持在1.59美元 关注完了所有的样文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7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有几阵的咒语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